第零雾七章 翻天 许多人被惊呆 宇宙各地 一时间陷入安静 面向全宇宙玉兽神子 圣女 这活动 太霸道了 星海间 一颗又一颗重要的生命星球上 许多人呼吸急促 有人出离愤怒 也有人因此而激动与兴奋 宁静被打破 星空各族都热议 二百多位观想层次的神子 圣女 甚至有天神族的少神 以及宇宙中排位第六的美女情洛英 别告诉 都将被拍卖 真是丧心病狂啊 居然郑重地向宇宙各族昭告 要大规模地贩卖神子 圣女 不得不服这几个魔头 为天神族莫哀 为少神莫哀 他如果被卖 实在不可想象 自古恒定的十大 发生这种事 将是史无前例的丑闻 该族若怒 许多星海都要流血 会发痕毁灭星球的大事件 秦仙子不可能被俘 他是宇宙年强一代 中前时内的绝世天骄 星海中 一片大乱 各族宣吵 无法安静下来 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 地球 昆仑 你敢偷袭我 找死 天神族少神怒了 披头散发 浑身是血 只是他体外的金光有些暗淡 血气不足 因为 不死战船发出的一道乌光击中他 将他的胸膛都贯穿 那里出现一个前后透亮的血洞 导致他的心脏缺失大半颗 遭受致命性的重创 黄牛醋眉 漂亮的小脸上露出纠结之色 最后还是咬牙 道 杀 想杀我 再去修炼一百年 不得不说 罗伊无比的骄傲 哪怕落到这不田地 他还是自负无比 在他的信念中 他没有对手 在这颗星球上是无敌的 足以横扫所有的土著 哪怕他现在的黄金发丝湿漉漉 沾染着血 身体血气不足 他的双目 依旧如同两盏金灯般 射出冷酷的光芒 哄 他如同一颗陨石般 带着刺目的光焰 撕裂空气层 发生大爆炸 挥拳向着黄牛杀了过去 不得不说 他太快了 让很多人都反应不过来 同时 他散发的能量波动可怕的圣人 比之其他所有神子 圣女都厉害 后方 楚风瞳孔稍微收缩 因为 他感觉到天神族少神 哪怕身体虚弱 也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 为黄牛担心 下一刻 黄牛一双血白晶莹的小拳头 有规律地震动起来 爆发出唯有精神 才能感触到的特殊波动 他在模拟天神族波动 再动用共振术 这一刻 楚风稍微放心 因为黄牛施展出绝世无比的共振术 这种秘法 可以以弱机强 是越阶战斗的瑰宝及妙术 同时 楚风惊叹 黄牛的天分太高了 他刚才传音 告知共振术的秘密 源自牛魔拳反本还原 结果黄牛现在直接就用出了 事实上 黄牛自己也摸索出共振术 不过他没有接着 练道引呼吸法 改换成妖族的无上法 所以没有道引到共振术的终极秘密 现在经过楚风传音 稍微一点波 他直接领悟 黄牛人很小 漂亮的一塌糊涂 面孔美丽 大眼有神 肤色白皙 黄金长发飘舞 像是从神话世界中走出的孩童 哄 他迸发出的来能量 却是惊人的 在跟少神对抗 发出刺目的光芒 令附近巍峨的山体 都在轰鸣与摇动 远处 各路绳子 圣女绝望了 连少神都被其中的一个孩子抵住 这还怎么打 因为 在他们的眼中 后面可是还有一头大黑牛 感觉应该是一个更厉害的狠茬子 会更恐怖 一些人看出黄牛的本体 理所当然地认为 大黑牛是他的长辈 应该是一个超级大魔王 所以 误会了 恐惧了 呆 你们服不服 还不过来投降 大黑牛一声断鹤 那可真是惊天地气鬼神 一群人感觉头皮发麻 那些人先入为主 认为他是黄牛的老爹 或者师父 看到黄牛敢跟少神打声打死 这位还不更逆天 显然 大黑牛也意识到这一误会 站在腐烂大船上 那就更加地表现出巨拨风采了 他稍微拢了拢大背头 昂首 戴着大墨镜 再次叼起一只花萝卜那么粗的雪架 而老驴则很狗腿地上前 帮他点燃 牛魔王 我们愿意投降 果然 效果是惊人的 在黄牛抵住少神 跟他大决战的背景下 大老黑这种镇定的风范 顿时让许多人发怵 当场有不少神子 圣女 心中苦涩 放下秘宝 被不死生物抓住 压了过来 瞬间 投降的人数 已经有百余名 激增到超过150位 敢问这位牛王 你到底什么来头 有一位神子忍不住 抬头看着大黑牛 询问他的跟角 因为 这群人普遍认为 大老黑的战力 有可能高得吓人 打破了地球目前上的平衡局面 夹在火焰山 七居芭蕉洞 大老黑 一副绝世高手的样子 很深沉地回应道 老驴拍马片 大哥 别谦虚 我们都知道 你无敌天下 一旦出手 什么少神 直接踩死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大黑牛来了这么一句 而且 就在这时 黄牛长笑 小小的身体中 发出刺目的光芒 共振术与妖族揪 及呼吸法结合 爆发出恐怖绝伦的威能 罗伊的虎口崩开 被震得鲜血流淌 整个人都一个踉枪 向后倒退几步 他愤怒 因为 他的大半颗心脏 都早已被腐烂大船轰碎了 他现在提不起 更加强大的力量来 所以异常被动 可是 这一幕落在那些神子 圣女眼中 就完全是另一种解毒了 天神族的少神 都拿不下那个孩子 而那漂亮的孩童 却有可能是 那个大黑牛的后代 或者弟子 这样琢磨的话 那个牛魔王的有多么恐怖 我们也将了 一批人直接气馁 低头走来 甘愿被俘 游哥 大哥 硬是要得 东北虎咧嘴大笑 他自然也是门青 知道什么情况 大老黑很能装 摆了摆手 淡定地叼着雪茄 开口道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今次出山 实在是看不过 域外这群人的做派 他这种姿态 越发高深莫测 导致剩下的人缺乏战役 都很泄气 还打什么 天神族少神带领我们降临 可现在他自顾不暇 被那个天纵之姿的孩子 打得流血 大势已去 我们都降了吧 这时 神子中一个地位高的人开口 在那里仰天长叹 在他的怠动下 一群人彻底泄气 哪怕想与死网破的人 也都有些失神 失去拼命之心 就这么片刻间 投降的人超过二百 也就是说 观想层次的神子 圣女没有剩下多少了 九成都已经低下骄傲的头颅 别相信他 就是一只普通的老牛而已 他哪里是什么绝世高手 终究是有人不服 负于顽抗 在那里大吼 而且 他似乎了解过一些 关于大黑牛的过去 老驴喊道 轰杀 虽然牛哥自己说不做大哥好多年 但在我们心中 依旧是大哥 欧阳峰斜着眼睛看他们 他实在有点受不了 但还是配合了 吹响雪白的海螺 浮烂大船直接掉头 轰的一声发出污光 噗 那名神子 当场形神俱灭 留下一团血物 不要这么残暴 大黑牛叹道 一副悲天闽人之色 这些都是宇宙臂啊 太浪费了 你嘛 那些神子 圣女 听到他前半句话时 还对他有生出一些好感 结果听到后半句后 直接视他为老恶棍 还是接着杀吧 欧阳峰发狠 因为他预感到 不灭山块将这些战船召唤走了 他们能动用的时间不多了 哄 下一刻 还在负于顽抗的人 接连有数位被污光击中 或者惨死 或者半残 血淋淋 景象恐怖 奈何 天神族也靠不住 来世气势如虹 光芒万丈 可到头来 却带着我们陷入绝境 终于 最后一根稻草压落 所有人都降了 然后 楚风亲自动手 一个一个地将这些人捆起来 怕那些不死生物做得不够好 欧阳峰 老驴上前帮忙 他们身上都自带着捆铃绳等 一定选结实的绳索 楚风告诫 而后 又取出大量的玄瓷针 打入这些人的体内 我说 你们当中谁是白虎 东北虎在人群中 眼神璀璨 他在寻找虎族中人 这让人群一阵骚动 可 顺便帮我问一问 有没有牛族的圣女 大黑牛咳嗽 暗中知会东北虎 我听闻 蓝狮仙子是白虎 这时 一位圣女开口 告知这一情况 齐刷刷 所有目光都开始寻找蓝狮 然后 人们发现 这个可以在星空中 排位十几名内的角色丽人很精明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早已站在大梦净土那边 正在和秦洛英说话 没看出来啊 你是虎族的 楚风诧异 盯着那里 这时 二百多位观想层次的神子 圣女都被绑起来 全被压制 楚风与大黑牛他们 彻底放心了 当听到这种话语 如同从画卷中走出的蓝狮 银白的面孔疼得红了 而后很生气 东北虎看着他 仔细凝视 最后也很生气 道 胡说 他不是虎族的 刚才谁在乱说话 他跟白虎有什么关系 啊 原来这样 他的确不是虎族的 可传闻他是 白虎 人群中 那位圣女小声道 啊 许多人怪叫出声 就是楚风听闻后 也有点发呆 周玉 蓝狮轻斥 脸色通红 非常生气 他知道那个女人是故意的 跟她是对头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但是 在星空中 却引发很大的波澜 哎呦喂 蓝狮仙子要出名 会不会因此而身价暴涨 估计会引发轰动 算了吧 在轰动 能比得上二百多位神子 圣女一起背负这件事情大吗 简直逆天了 天神族也靠不住啊 这时 昆仑山中 黄牛大战天神族少神 越发的激烈 两人都躺血 难解难分 战况恐怖无比 太厉害了 这个孩童才几岁 不愧是从专门培养 妖圣的地方走出来的人 宇宙中 有老辈民宿惊叹 他们已经洞悉 腐烂大船与黄牛等人 究竟是从哪里闯出来的 So 就在这时 黄牛果断倒退 哦 轰杀他 我能感应到 他身上还有非凡的东西 很危险 他跟罗伊的战斗停下了 杀 就在这时 大黑牛 欧阳峰等人一起大喝 十艘战舰全部发光 轰向天神族少神 要绝灭他 大胆 谁敢上我祖子殿 地球外 有人冷漠地喝倒 带着怒意 还有一种可怕的杀鸡 让星空中都一片寒冷 然而 楚风等人不理会 罗伊劈头散发 他眼底深处 闪过冷冽之意 有不甘 更有愤怒 他身上不时冒出白光 阻挡污光 显然 这是在消耗他身上 某件秘宝的能量 天神族少神果然不简单 都到这一刻了 身上还有神秘的守护能量 让人心惊 轰隆 他摔了出去 显然终究是要不行了 然后 楚风看了一眼 大梦净土方向 同欧阳峰 黄牛他们商量 能否利用腐烂大船 将那辆蓝营银的碾车毁掉 或者收走 早先他们对大梦净土没有动手 是因为这边的敌人已经够多了 但现在大局已定 可以考虑出击了 域外的人 终究是需要防备 尤其是大梦净土的人 前往该叫 明显对他缺少善意 现在秦洛英亲自赶来 多半是为他表姐出头 楚风不想被动等待对方出招 而是想掌握先机 他对那辆蓝色的碾车很忌惮 总觉得 他可能会爆发圣人的杀伤力 哄 就在这时 天神族少神惨叫 他体内的白光不再浮现 身体被污光截断 满地翻滚 他彻底失去不久前的强势 不再是威胁 好 对那女人动手 我也觉得 他是个威胁 欧阳峰点头 大黑牛 老驴也都同意 哄 数艘腐烂大船 突兀地发难了 对着蓝盈盈的碾车 爆发污光 向那里轰去 然而 结果惊人 蓝芒浮现 映照高天 阻挡住他们的进攻 所有污光都被震散 这碾车果然厉害 大黑牛怪叫 楚风心中的不安 终于被证实 难怪这女人不走 也不逃 镇定地坐在碾车上 在远处观战 原来她有底气 那战车非常不凡 这东西怎么能进入地球主空间 她皱眉 继续 黄牛道 跟欧阳峰一起 同时吹响雪白的法罗 动用十艘腐烂大船 一起轰向蓝色碾车 终于 碾车摇动 光幕要崩开了 轰隆 突然 遥远的东海 一座岛屿浮现 不灭山发光 气息磅礴而恐怖 她开始召唤那些不灭战船 嗡的一声 昆仑这里 十艘大船 还有所有不死生物 全都倒卷 刹那间横空而起 向着东方而去 这个变故 惊呆不少人 妈的 时间到了 大黑牛怪叫 他们动用不灭山中的战船 召唤不死生物等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咻 一到蓝光冲销 来自不灭山的力量 将蓝色碾车卷起 也给我带走了 大梦净土的秦洛英 第一次面色变了 哪怕戴着五色面具 也能让人感觉到她的惊疑 她早已搜的一声横空而去 本身没有被卷走 好 楚风放心了 只要没有大杀气就好 此时 二百多位被镇压的神子 圣女 目瞪口呆 而后 无不变色 他们懊恼而沮丧 无比后悔 只要再坚持片刻 他们赢定了 就在这时 天神族少神 身体 虽然早已断为两节 但依旧支撑了起来 她面色森寒 异常的冷酷 道 我就知道 不灭山的东西不能久留 你们都死定了 你一个废人 都被斩断身体了 还想翻天 老驴赤道 轰隆 狱外 降下一道光束 比之无比 跟天神族少神交融在一起 那是一颗玉石罐子 近乎透明 在散发神灰 我天神族嫡系子弟 自古无敌 谁能杀害 罗毅 现在赐你大药 恢复残身 杀了他们全部 狱外 有一个声音传来 有圣人在开口 他在关注这一战 所有人都心惊肉跳 天神族的圣人都来了 在狱外注视 那些投降的神子 圣女更加后悔 面色雪白 圣人降临不了 但是却能送下 一些药物来 罗毅一口喝光 玉石罐子中发光的大药 让他的躯体开始璀璨 无比的耀眼 砰的一声 最为重要的是 他那两节身子拼凑在一起 完好如初 在此过程中 他身体浮现一块白色器物 在守护他 别人无法靠近 还真让他翻天了 老驴小声道 神色凝重 哄 天神族少神那里 爆发刺目的神盲 让所有人都睁不开双眼 他的气息一下子暴涨起来 恢复到最巅峰状态 嘿 你们所有人都将 死无葬身之地 罗毅低吼 满头金色发丝乱舞 他屹立在一团耀眼 而胜烈的黄金光中 爆发出汪洋般的能量波动 刚才 我心脏被毁 血气不足 无法真正的激烈战斗 现在恢复到全胜状态 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 一起上吧 他无比的骄傲与自负 罗毅立身之地 发生大爆炸 一朵又一朵蘑菇云腾起 恐怖无边 这一刻 欧阳风 黄牛 都露出凝重之色 但他们 却都跃跃欲试 想要上前一站 这一次 让我来 楚风开口 他也神色凝重 但却走了出去 要迎战最巅峰状态的 天神族少神 第0558章 向全宇宙承诺 罗毅恢复实力后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大药化开 让他全身细胞活性激增 金色的蘑菇云 在他身边不断腾起 景象可怕 不要争了 你们几个一起上吧 没落之地的土著 都是土鸡娃狗 他言语轻狂 无比放肆 身体复原后 信心百倍 在这种状态下 他不认为 有人可以是他的对手 这孙子 真是得志张狂 欧阳峰跳脚 狂喷口水 哗哗地向外喷剑 隔着很远 那如大雨点般的唾沫 都快见到罗毅身上了 你真是太嚣张了 天神族了不起啊 还不是被我打成光感司令 人都被俘虏了 老驴也不服不愤 东北湖也叫道 装什么大半算 你信心百倍 带着那么多人降临地球 以为会尊贵与辉煌无比 可是你带来的人呢 就是你自己刚才也被腰斩 别嘚瑟 楚风摆手 让他们无须多语 不就是一战吗 他已在观想层次 没什么可怕的 你们让人失望 罗毅盯着被俘虏的 那群神子 圣女 他面色微冷 哪怕被刺目的光团包裹 也能感觉到 他金色瞳孔中的冷酷 一些人神色不自然 刚才他们在坚持片刻 那些腐烂大船与不死生物 就会被召唤走 着实可惜 不过 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 暗中复飞 连天神族少神 自己都差点被灭 现在有什么资格来责备他们 降临前 罗毅自信满满 称要带着他们 直接统一这颗星球 掌控一切 然而现实很残酷 他们几乎全军覆没 少神 这能怪我们吗 不死生物 还有腐烂大船 根本无法立敌 有人道 罗毅一声冷哼 想到不久前的是 他也面色冰寒 恨不得立刻劈死黄牛 击毙欧阳风与大黑牛他们 然后 不再理会那些神子 圣女 而是转身走向大梦 净土传人那里 像是有话与情络鹰讲 另一边 将罗妙香交给黄牛 与欧阳风盯着 这是秦洛英的表姐 必须得看守好 秦洛英敢妄动的话 你们直接对罗妙香下杀手 想来这是他的表姐 他不敢轻易出手 事实上 楚风对秦洛英很忌惮 毕竟号称是 宇宙年轻一代中 十大高手之一 比之罗毅更厉害一些 同时 他提醒黄牛他们 秦洛英已梦入道 可托梦杀人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敌手 料想精神力超凡 一定得谨慎防备 放心 但他也只能陪葬 跟着一起死 老驴得意洋洋 他别的没学 在不灭山那里 学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然后 他们开始装俘虏 都塞进空间容器 怕一会儿大战士被波及 这时周全 王乌山秘境等人等 全都上前 跟着一块帮忙 元魔 子鸾 你们也去相助 楚风道 两人都觉得别扭 他们也曾是俘虏 现在额头浮现黑线 这么多俘虏 全都在观想境界 价值多少宇宙病 大黑牛叹道 楚风果断将自己的光脑 扔了过去 让他们登陆元寿平台 可以先行拍卖起来 我说 楚风兄弟 牛魔兄弟 这一次 你们俘虏那么多的神子 圣女 总该降价了吧 不能动辄就上百亿 元寿平台上 一群人今天都被惊得不轻 二百多位神子 圣女啊 想一想就觉得不可思议 此时纷纷开口 大黑牛一脸严肃之色 道 各位 每一位神子 圣女 都是硬通货 而且 这次仅迈出部分而已 我们会储备不少 在这里我郑重向全宇宙承诺 我们不会优先使用神子 圣女 保证不会通货膨胀 元寿平台上 所有人都无语 而后忍不住降土脏话 马德 来了个无耻的老牛 比之楚风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话都能说出口 太无耻了 那些神子 圣女的所在的家族 被弃得不轻 族中最强传人 真要被成为楚风 当初所说的硬通货了 这 真是耻弱啊 大黑牛的这番话语 让他出名 很快就跟楚风一样 臭名昭著了 域外 沸沸扬扬 地球 昆仑 则杀气冲销 楚风 滚过来临死 这时 罗伊鹤道 声音冷漠 已经和大梦净土的人分开 立身在前方 哪怕只是一个人 也如千军万马般可怕 他散发黄金光雁 整个人都刺目无比 你们天神族 一向滚来滚去吗 楚风回应 过来吧 临死 罗伊对他点指 言语越发地轻慢 他自负而强势 对楚风勾手 示意上前 可以开战了 后面 大黑牛 周全等人都脸色铁青 这个天神族少神太霸道了 目空一切 眼中没有他人 楚风还算平静 没有什么感觉 站在那里不动 冷漠地盯着此人 罗伊言辞越发地冷酷 一群失败者的后裔 当年你的祖先 是我天神族先辈的手下败将 而今天 你们也将是我的手下败将 这是你们的宿命 楚风脸色阴沉下来 对方太肆无忌惮了 真没有将他当作一回事 才敢这么飞扬跋扈 不做死就不会死 楚风含声道 罗伊冷酷而不含感情 道 当年 我天神族的强者 灭掉这颗星球上的最强之人 杀死你们的先辈 而自身依旧好好地活着 做死的是 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也敢挑战我们的威严 必死无疑 一而再地提及仙人 说道就是 楚风忍无可忍 身体爆发刺目的光芒 能量激荡起来 楚风冷声道 天神族算个屁 今天我就从杀你开始 早晚亲自登灵天神星 去讨个说法 他知道对方这是故意的 想挑起他的情绪波动 但是 他不在意 哪怕现在心有愤怒 但是感知依旧是敏锐的 无惧挑战 地球外太空 有人开口 声音很淡漠 道 罗伊 杀了他 这个才静观想境界的小辈而已 与你相比 在进化层次上有明显差距 你在观想巅峰 杀他不要慢 这引发轰动 天神族的圣人在域外发话 并进行这样的吩咐 等于金口预言 罗伊开口 道 好 老祖请观战 我现在跟族人一样 开始讨厌这颗星球上的一切生物了 一切对手都会被我抹杀 楚风近身观想层次了 其他人心中骇浪滔天 都无比地吃惊 若非域外的圣人点出 别人都还不知道 楚风道 域外的老君驼蛋 今天先杀你的后人 下次去斩你 杀 然后 他与罗伊几乎同时冲向一起 全力出手 哄 低机而已 两人就爆发刺目的光芒 全硬碰撞 能量沸腾 嗯 罗伊吃惊 这是他第一次跟楚风碰撞 对方的能量 没有他的磅礴 雄魂 这是境界上的差距 但是却也很难缠 共振术 这是楚风 可以以弱机强的底气所在 真当我天神族 没有爵士妙术吗 罗伊冷笑 一刹那 他身体如同一道流光 太快了 全硬恐怖 自身的生命波动 都仿佛被隐藏起来 轰杀响楚风 不就是流光泉吗 我也会 楚风嘲讽 当然用的是精神波动 真要开口说话 根本上他们的速度 碰 两人交手 都是流光泉 速度都超级快 流光泉 只算是很普通的一种拳法 想要见识我天神族绝学 我满足你 罗伊开口 全硬再变 轰隆一声 他的在拳头间 迸发金色的能量漩涡 宛若一张大嘴张开 要吞噬楚风的精气神 还有浑身血气 这种拳印 有古怪 非常的可怕 饕铁拳 星空中 有人惊呼 认出这种拳法 乃是神兽绝学 居然被天神族掌握了 他威力奇大无比 人们叹息 前十大果然底蕴深厚 早就听闻 该族在储备绝顶拳法 属于神兽的肉身武学 让人震撼的画面浮现 罗伊挥拳 整片虚空都在震荡 形成一个又一个 可怕的能量漩涡 要吞噬吊楚风精气神 与血肉 楚风动容 皮肤毛孔中有血气飞出 要被吸走 这种拳法果然惊人 异常地可怕 若是别人估计 已经血流如注 会被饕铁拳 剥夺走大量血气 这实在有些可怕 轰隆 他施展紫气东来拳 并催动倒影呼吸法 吸气模仿出饕铁拳 还不够 再来 罗伊眼神冷冽 他施展精神武功 他的眉心那里 如同有涟漪 飞出金色的波纹 化成剑刃 横扫楚风的那里 哄 楚风浑身腾起光芒 倒影呼吸法运转 自身无比空明 他的眉心也在发光 精神力暴涨 涌动而出 杀 两人生死搏杀 冲撞向一起 呼吸法 共震数 紫气东来拳 一起施展而出 大战天神族的敌手 巅峰的罗伊非常恐怖 比早先时不知道钱了多少 满头黄金发丝飞舞 他咆哮着 恨不得立刻诛杀楚风 哄 拳硬碰撞 眉心连衣交锋 这两人全方位地对抗起来 杀得竟然很激烈 这一刻 狱外的天神族圣人 瞳孔森冷 吩咐到 一定要杀了他 不要放他逃走 砰砰砰 昆仑山中 两道身影动作很怪 像是两道 闪电纠缠着 光芒耀眼 越发地激烈 有血在淌 不时见起 罗伊 你若报了 后方 老吕喊道 为楚风助威 诸位看到没有 我兄弟楚风 才入观想境界 就可以跟罗伊决战 大黑牛喊道 然后就是重提 要卖绳子 圣女 且他补充道 各位 我再次向全宇宙承诺 不优先使用绳子圣女 确保不会通货碰撞 第0559章 没落之地亡者崛起 老吕与大黑牛这般开口 在言语上轻慢 目的只有一个 是为了打击罗伊 扰乱他的心神 这也从侧面上 说明罗伊的可不 事实上 天神族少神无比厉害 甚至称得上恐怖 散发的威压隔着很远 就让他其他 观想层次的净化者心计 肉身忍不住战力 此时 无论是大黑牛 还是周全 王巫山秘境的人 都心头沉重 在担心处风 怕他出意外 他们故意说得轻松 针对罗伊 哄 场中 天神族少神浑身绚烂 如同一尊不灭的精神 缭绕着宛若要撕裂虚空的神盲 并且有淡金色血气弥漫 整个人宛若屹立在圣域中 先天不败 被我祖先征伐过 已经接近灭族的没落之地 想死灰复燃 都给我去死吧 他的双目 成为可怕的金色 现在不分眼白与眼瞳 全部金黄璀璨 像是两座火火山 有岩浆要喷涌 能量气息浓郁 哄 饕铁拳 神威阵势 一拳轰出后 巍峨大山都在颤抖 乱石翻滚 而天空中 更是在发生大爆炸 这里是昆仑 土制与山体格外坚固 而如果是在别处 山体早已暴碎 寸草不生 什么都剩不下 楚风很冷静 哪怕对方有意针对与刺激 扰他心神 他依旧心中空明 平静开口 老 总是提及过往 用西年血腥 而又罪恶的战绩 来彰显你们这一族的强大 如果今天你被我打死 强势地击毙 你们这一族 是否会成为笑话 他的拳法同样精适 演绎地球上古时代的绝学 紫气东来拳 并柔和其他族的拳谱加入在内 比如天神族的流光拳 乱星直等 气息射人 他的每一寸肌肤 都是晶莹的 犹如一尊战神 满头发丝都在发光 立敌天神族的嫡系传人 两人间空气大爆炸 像是打碎了虚空 要见永恒 有那么一瞬间 所有人都有一种感觉 天空仿佛被撕裂了 诸天神奇浮现 各种经文声不绝于耳 我看到了什么 就是域外 都有人在惊呼 昆仑 山地中 两大高手在藤罗 在激战 他们之间 出现许多黑色大裂缝 缝隙内是一片又一片星空 像是来自不同的卫免 不规则的呈现 有神灵在哭嚎 有老佛在哀叹 有大魔在诵经 这是道明 两人的战斗太强了 引发山川中 昔日就紧重现 没错 这是昆仑曾经的往事 一些人面色变了 称这应该是 当年发生过的事 被两人的大战激发出来 就如同一些报道 某个大雨倾盆的深夜 电闪雷鸣 一座山谷中 战马长司 穿着甲州的上谷士兵 在激烈交手 那不是迷信 而是真正发生过的旧事 因为山壁 山石有雌性 记录下当年的一切 古代神魔般的士兵大战 曾被山川刻写下来 现在 楚风跟罗毅激战 居然触动昆仑山石壁的 磁体记忆 再现当年警 只能说他们跟道在共鸣 那些旧事 涉及到大道争锋 那些人太强大 你想杀我 真是笑话 能量层次上我高你一大减 绝对压制 我看你如何逆填 罗毅不屑 带着冷笑 碰 饕贴全发光 神光澎湃 能量浩荡 越发的惊世骇俗 他很想立刻轰杀掉楚风 现在毫无保留 我曾经对你还算欣赏 给你机会了 结果你却不识实物 既然不愿成为我的侍从 那么你就去死吧 罗毅嘶吼 一刹那 三尺长的黄金长发舞动起来 发出刺目的光芒 而他的瞳孔 也更加的射人 居然轰鸣作响 光束实质化 哄 罗毅的双目 居然在这一瞬间 太突然了 让人防不胜防 带着致命性的杀伤力 攻向楚风的面旁 星空中 许多人惊叫出声 这是要逆天吗 连眼睛都能攻击人 那是 失传已久的 神木拳 所谓神木拳 是指双目中 也能发出拳翼 形成拳翼 能量骇人 威力齐绝无匹 算得上一种绝世拳法 那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拳谱 失传很多年了 神木族早已被灭 想不到该族制高拳法 落在天神族手上 他的威力无庸置疑 绝对的可不 但凡了解过上古辉煌史的人都知道 他能排进天宫秘典内 当年的神木族 曾是宇宙最顶级强族之一 神木拳 最是诡异 总能出其不意地进攻对手 防不胜防 此时 人们看不到那里的战况 因为神木拳出现得太突然 喷涌出的能量 是蘑菇云的形态 包裹全意 直接笼罩那里 在狱外来的人来看 那片地带被蘑菇云淹没 楚风的身影消失 被最恐怖的能量形态覆盖身躯 此时 别说域外 就是黄牛 欧阳风都吓了一大跳 那种怪拳出现得突然 比偷袭更可怕 很难防范 楚风 周拳 东北虎 老吕等人惊叫 他们险些冲过去 怕蘑菇云中的楚风发生意外 枪枪枪 关键时刻 他们止步 因为听到了奇特的声音 像是神剑在魔力 火星四剑 发出刺目的金光 嗯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蘑菇云在溃散 楚风的面旁完好 没有被轰烂 而身体虽然在摇动 却也没有出现伤痕 他的眼睛 域外的人被惊住了 看到云雾被撕裂后的真相 楚风的眼睛火焰跳动 金芒射出 弥漫出的能量更恐怖 火眼金睛 他居然拥有这种能力 这是禁忌之术 域外 很多人惊叫出声 星空中 各族的一些强者 面色都变了 火眼金睛这种能力的开启 太过罕见 遍寻宇宙 有这种的能力的生灵 一直手数地过来 可以说 这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铜树 没有秘籍可阐述清楚 不能依照点击去学 只能靠自身去开启 一个没落之地的土著 居然开启了火眼金睛 天哪 自古以来 都没有多少人能拥有 他居然掌握了 便是一些老辈强人都嫉妒了 无比眼热 可惜 这很难夺取 只能靠自身摸索 谁都说不清 怎样才能开启 拥有 无数人在研究 都不能攻克这一难题 早先我就怀疑过 想不到 他真的拥有火眼金睛 域外有人轻叹 因为楚风 曾经双目冒金光 露出各种蛛丝马迹 只是当时 人们都没有多想 因为眼睛呈金色 有各种原因 堪破虚妄 只是本源 这是场域研究者的 终极梦想啊 如果走场域道路 绝对会有莫大成就 走金花道路 火眼金睛也会无比恐怖 越到后期 越是能爆发出 一些特殊的威能 这才开始而已 星空中炸锅 许多人在热议 时至今日 谁还能小触 没落之地的净化者 拥有火眼金睛的人 到最后 肯定都是一方大人物 潜力无边 他今天要是能战胜 天神族的少神 绝对算是王者崛起 未来将无比璀璨 在域外人们议论之际 昆仑山的大战 越发的激烈 已经到了白热化 天神族少神脸色阴沉 原以为神木拳一出 效果齐家 必将突然间轰杀楚风 让他面部裂开 死得难看 怎能料到 对方的眼眸转动间 金光磨灭一切 击溃神木拳的蘑菇云 成就楚风现在的名声 他都不用多想 就已经知道 域外肯定在谈楚风 如何了得 竟能开启火眼金睛 要知道 天神族研究很多年 都没有能在 年轻一代人身上 开启成功 偏偏这个被他们 征伐过 被灭掉的星球上 一个土著谁都不扣 自身就开启了 这种能力 罗耶 你还在等什么 杀了他 众目睽睽之下 天神族能败吗 我族是无敌的 尤其是不能败给这颗星球上的人 我们曾杀的他们的祖先肖王 你们这一代 难道还不如这里 失去点击传承的土著 这是来自于外的声音 别人听不到 但是罗耶却听得真切 在他耳畔回响 如同炸雷般 记住 竭尽所能 如果不能漂亮 而又干净利落地杀死他 那就无所不用其极 想方设法除掉他 天神族不能败 来自天神族圣人的告诫 冷冽而带着血腥味 说完这些话后 便安静了下去 天神族永远不会败 举世皆知 我们是无敌的 今天由我出手 除掉这片没落之地 最后的一些杂草 都杀得干净 罗耶声音很低 他冷酷无情 气息越发地恐怖 可以看到 他在吞吐天地能量时 整个人的身体刺目之极 在他运转天神呼吸法 在动用强大秘术 他响应得绚烂 自身光芒璀璨 楚风也早已在行动 且更为迅速 他不像罗耶那样 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天下无敌 且自身炫目 楚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击杀罗耶 那里会多想其他事 哄 此时 倒影呼吸法 被他运转到极致 无论是肉身 还是精神都在呼吸 白雾遮拢他自身 如同仙人将士 在他周围 足有七八十颗 粗糙的石球浮现 随着他的呼吸 而跟着一起迈动 共鸣 同时 他全法辉弘 如万古青天 永恒自在 因为 这个时候 他的心是空鸣的 纯粹的 只有破敌一个念头 此外 攻阵术也被他运转 加持几身 而且通过能量体 石球 放大了能力 进一步攻阵 除了这些 在楚风的身后 还有一幅模糊的画卷 没有彻底展现 隐而不发 这样静可攻 退可守 防备罗耶的一些特殊手段 可以说 楚风全力以赴 要一战灭罗耶 杀 轰的一声 楚风主动发起攻势 比刚才要猛烈一大截 这突兀的杀伐器 席卷高天 攻击力暴涨 让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 楚风的权益 比刚才更雄魂 更为宏大 伴着共振术 还有能量体加持 宛若一尊沉睡的神魔 在复苏 引发天地元气混乱 哄 他们已经立身在 昆仑山边缘 外面的山体 没有昆仑坚固 在崩塌 罗耶舒展身体 身体发光 天神呼吸法 让他看起来越发的炫目 像是太阳神将士 神光普照 迎击楚风 昆仑山脉外 有的山峰同样很高 也很雄魂 可是现在 却在咔嚓作响 随着两人争霸 周围恐怖的景象发生 翁龙 像是地震 又像是火山喷涌 隔着很远 外面的几座巍峨大山 便四分五裂 一座黑色的山体炸开 乱石穿空 一座褐色的山体被融化 土石等化成岩将在流淌 砰砰砰 激烈交锋 楚风跟罗耶全脚碰撞 能量体撞击 全都在释放野性 如同两头史前凶兽 厮杀在一起 罗耶眉心发光 金色能量碾压过去 虚空爆炸 震得两人都劈头散发 轰咚咚 这个时候 楚风身后的画卷引动开来 跟共振术一起震荡 直接下了杀手 嗯 哪怕罗耶在运转天神呼吸法 身体也剧痛 肌肤要被撕裂了 他在跟着共振 整个人都要崩开一半 给我破 他大喝出声 金色发丝向后飞舞 双瞳如同两轮太阳 张口就喷出一片赤声的金芒 撞向楚风 哄 数十颗粗糙的石球浮现 挡在前方 楚风如同一头人形的昆蓬跃起 双臂展开 而后猛力向神族扫神劈去 砰砰砰 罗耶双手结印 轰向半空中的身影 刷 楚风消失 天涯咫尺秘术展现 太快了 能量体突然从七八十颗 激增到一百颗 这些粗糙的石球旋转 轰向罗耶 哄 哄 哄 最为关键的是 楚风发现 罗耶真的太自负 有些拖大 没有动用自身的画卷 他见状 不再隐而不发 轰的一声 身后的天涂浮现 横扫了过去 早就等你多时了 罗耶冷笑 在他的背后 浮现诸多场景 其中一口血量的神剑 非常醒目 从画卷冲了冲来 要劈开楚风的画卷 天神斩星空 他大喝出声 要回楚风的画卷 然而 下一刻 他的面色变了 神剑如红 劈进楚风的画卷中后 被挤压 被碰撞 被震荡 最后静崩开 画成一团金光消散 哄 这时 楚风毫不留情地杀到 画卷横扫时 自身的拳头也砸到 毫无疑问 在第一次的绝世画卷碰撞中 罗伊吃亏 他的画中间 都被毁掉了 身体僵直 差点被禁锢在那里 直到楚风的拳头临近 他才能动 一声大吼 满头发丝凌乱 砰的一声 楚风一拳砸在他的脸膛上 全印爆发 能量极其可怕 让那里鲜血四溅 他的面孔近乎变形 原本 这一拳是砸向罗伊的眉心的 想要一拳洞穿 关键时刻被他躲避开去 身体摆脱禁锢 你敢 罗伊恼怒 有什么不敢 天神族不过如此 楚风喝道 自身的画卷 跟罗伊的画卷碰撞 又占据优势 再次短暂凝固虚空 砰砰砰 他接连发出重击 全印轰出 有的砸在罗伊的面部上 有的轰进他的躯体中 血液四溅 不得不说 在运转天神纠集呼吸法后 罗伊太恐怖了 如果是别人早就被楚风一拳打爆 而他居然承受数拳都不灭 哪怕面部血肉模糊 哪怕胸部被凿穿出血洞 可他依旧咆哮 硬挺了过来 眼神疯狂 恨不得要立刻诛杀楚风 举世瞩目 各族都在观看 罗伊咆哮着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打败 砰 可关键时刻 楚风凌空一脚 身形矫健 身体舒展开来时 非常优美 踢在罗伊的下巴上 让他整个人横飞 血液四溅 第0560章 镇压天神 被凌空一脚踢在下巴上 罗伊身体厚痒 口中喷出不少的血液 身子横飞了出去 哄 身在半空中 他浑身发光 能量喷涌 强行定住身形 由突破阴障到瞬间静止 让这里空气暴明不止 一般的人会解体 但对于他来说 这种速度上的突然改变 并不能对其身体造成伤害 罗伊目光森寒 金色瞳孔中 有真实的光焰跳动出来 长达持续 这种状态略微有些射人 不久前 狠话早已说出口 他曾扬言 要涂掉这片没落之地 剩余的后裔 如同他的祖先那般 击杀此地的对手 然而 在刚才的战斗中 他却被人权打脸堂 脚踢下巴 这对他来说是耻辱 对天神族来说 更是污点 他能够想象 现在域外那些人的表情 肯定会非常震惊 而后幸灾乐祸 号称不败的天神族传人 居然落在下风 这将是大新闻 同时 他也能想到 族中那位跟到地球外的圣人 对他失望 不久前还在叮嘱 让他一定要胜出 击杀这颗星球上的天选之子 绝不能败 可是他却蒙羞 险些被踢断下巴 事实上 罗伊猜测得完全正确 域外 曾短暂寂静 而后哗然 在刚才的交手中 罗伊接连失利 被楚风已全印在身上 剖开几个血洞 连面部都遭受重击 这是很惊人的事件 天神族 号称前十大的无敌种族 璀璨而辉煌 他们精心培养出来的传人 来到这片没落之地 这是曾被他们征伐过的古星 居然遭受苦果 嘿 天神族啊 高高在上 那可不是一般的弟子 被称作少神 必然是用心培养的种子高手 竟然不占上风 嗯 我就知道 能够开启火眼金金的生灵 怎么可能平凡 一定天赋绝世 潜力无边 历史早已证明过 这才刚冒头 就向世人证明 他的确惊艳 连天神族的脸都可以踹着 星空中 各族热议 平日间对天神族敬畏 不敢针对 但在星际网络上 谁怕谁 尽情谈论 有人震撼 有人奚落 也有人幸灾乐祸 反应各不相同 各片星海中 人们的情绪波动剧烈 这时 楚风终于见到对方的画卷 很可怕 那是一片残破的景象 透发出沧桑古意 一颗又一颗星球横更 排列宇宙中 但都裂开 或者缺失小半 而这些都只是背景 真正体现的是那些兵器 利刃 还有杀伐之意 每一颗星球 都被兵器贯穿 有的为长矛刺透星体 有的为长刀劈开星辰 有的为神剑插在星球上 这如同世界末日 竟显宇宙凄凉的景象 楚风大受触动 这自然是无敌画卷 他内心颇为不平静 因为在他的百强星球中 就有一人拥有如此画卷 天神族特有的天图 意外 人们见到这一幕 都发出一声叹息 没有意外 因为天神族很多人 都会选择这一绝世篇章 进行模仿 该族的始祖 据悉开创此图 借此而纵横宇宙中 天下无敌 有人说 那位天神已经死了 也有人说 那位老天神还在世间 但不管怎样说 这是一副真正的无敌天图 曾想到过一切可能 却未曾料到 我手占失利 耻辱啊 罗毅话语低沉 说到后来 声音拔高 猛地抬头 浑身金光泵射 同时 他身后的天图 越发地真实 残破宇宙 星球不少 各自插着兵器 种类不同 杀法起滔天 败在我手里 就觉得耻辱 如果有一天 我攻破你们的星球呢 又算什么 你们的骄傲与自负 未免过头了 楚风话语冷淡 这时 罗毅正在观察 楚风的那幅画卷 毫无疑问 是绝世篇章 也可以称之为天图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会让他吃大亏 只是 他有些发症 对方的天图有些模糊 能够看到是 数十上百颗星球 也能望见星空 但是他总觉得不对劲 而后 他猛地觉察了什么 倒吸冷气 道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泼没出这样的画卷 事实上 域外的人 也都在白找挠心 都想知道 楚风的天图是什么 因为都能觉察到 他的画卷非同小可 只是 他每次大战时 天图都若隐若现 并不真切 现在也是如此 只有在境前的人能看到 猜测出大概 所谓的绝世篇章 不是你想恢弘就恢弘 想无敌就无敌 有些道国也承受不了 自身先陨落 罗毅冷笑道 他说的是事情 许多绝顶天才 都死在逍遥境 就是因为图谋甚大 恨不得泼没出 宇宙独尊的画卷 但是自身承受不住 先行震杀自己 比如 有人以血气为纸张 以精神为颜料 勾勒一轮大日 结果自身被焚烧而死 还有人 构建仙人将士图 结果自己被灭杀 楚风开口 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还有什么一言吗 他言语不激烈 很平和 但正是因为如此 越发让罗毅不爽 脸色铁青 你以为刚才稍微占优 就剩了 还差得远 他喝道 轰的一声 身后残破宇宙轰鸣 插在那些星球上的兵器 全都拔出 铿锵作响 爆发冲销的光芒 这一刻 别说昆仑 就是域外各族强者都吃惊 全都凭住呼吸 没有人开口 都认真而紧张地关注 因为 他们想了解天神族的无敌天图 机会难得 该族的天图 简直无解 是所有强族都无奈而头疼的问题 同阶进化者 被上天神族只能臣服 不是对手 此图是重要原因之一 轰隆 楚风体内血气激荡 自身一阵 体外天图抖动 弥漫开来的气息 让所有人都心颤 百强星体围绕 他旋转 杀 罗伊赫吼 在他的身后 那一件又一件兵器 全都击射出来 那是从他的画卷中飞出的 枪 枪 枪 天地间 金属颤阴震耳 整片虚空都仿佛被撕裂 空气爆炸 白雾翻腾 这里化成神兵利刃的丛林 后方 就是欧阳峰都瞪起蛤蟆眼 绷紧身体 便是他的神王天图 都感觉遇到巨大威胁 百兵齐鸣 长矛 天刀 神剑 钉 钟 天魔伞等 各种兵器一起飞来 爆发可怕的光芒 镇压楚风 换做其他人来 这就是绝杀画面 这是天神族的无敌画卷 里面勾勒出的任何一件兵器 都能劈开山脉 截断僵流 威能可怕到无边 哄 果然 附近有山体炸开 而且不止一座 都是被成片的兵器冲击的 一件兵器 就能干掉一名观想层次的 强大进化者 黄牛严肃无比 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 天神族少神的天图中 飞出的兵器 任何一件 都能劈开普通进化者的画卷 根本挡不住 翁龙 虚空颤抖 楚风的画卷发光 化作真实星海 吞没所有飞来的兵器 这里星光摇曳 群星灿烂 其中有一百颗格外巨大 李楚风最近 现在都浮现异常画面 你 怎么可能 罗伊面色骤变 他发现低谷楚风 他的天图 远非一百颗特殊星辰那么简单 在当中 还有映照诸天者的轮廓 以及他们的模糊画卷 这有点不可思议 罗伊简直不能相信 有人可以承受这种天图而不死 吃吃吃 上百件兵器飞过时 斩断附近很多山体 景象可怕的吓人 但是当冲进楚风身边的星海中后 又都暗淡了 都被禁锢 给我破坏 罗伊大吼 他真是急眼了 自身的画卷 要彻底毁掉不成 当战斗这一刻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天图若毁 自身根基都会因此而裂开 以后哪怕能够艰难地弥补上 也要落下病根 轰隆 所有兵器 全都在发光 场面宏大而可怕 金色的长剑 黑色的天魔伞 雪亮的长刀 古朴的天歌 青铜神钟 玄黄塔 全都在发光 异常地绚丽 同时 他们散发的能量 浓郁的骇人 这些兵器摧枯拉朽 足以能破灭群山万鹤 所向披靡 然而 现在他们想贯穿 百强星体时 全被吞掉 而后崩断 最后炼化成能量光辉 被百强星体吸收了 不 罗毅大叫 眼前发黑 他大口吐血 险些昏倒在地上 痛彻心扉 他真正看清楚风的天图 那百强星辰 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到头来 只有一些断裂的残兵飞回 没入他身后的画卷内 怎么会这样 他嘴唇哆嗦着 感觉自己遭受重创 体内某些道机裂开 让他惶恐 而且紧张 不过 残徒还在 他稳住伤势 身体没有崩开 我是天神族的少神 怎么可能会败 我有天神呼吸法 更有无上神通 不依靠天图 一样要无敌 罗毅近乎疯狂 满头发丝乱舞 眼神可怕 身上金光冲启 整个人像是黄金铸成 他咆哮着 大口吞咽天地间游离的能量因子 他在运转天神呼吸法 同时施展妙述 哄 然而 楚风的天图一抖 直接将他扫飞出去 身体军裂 险些崩碎 天神附体 他大吼 运转纠集呼吸法 这是他目前 还不能全部掌控的 后半部呼吸法 不属于观想层次 轰隆 他的身体 像是浸染上一层刺目的神盲 太炫目了 让他的气息也强盛起来 这种呼吸法 果然恐怖绝伦 天神拳 罗毅吼道 天神呼吸法 配合天神拳 当真是举世无匹的功法手段 秘书精士 微能无与伦比 就是楚风都皱眉 天神族果然厉害 他们的呼吸法 有独到之处 让罗毅的机体 弥漫恐怖能量 攻击力吓人 砰的一声 他体外的画卷 覆盖向身体 将它遮拢 如同披上一层战甲 有星光影线 让他体魄越发的强大 楚风迎了上去 对抗天神呼吸法 简单而粗暴 非常的直接 两者间爆发剧烈的能量波动 楚风惊叹 那种呼吸法可怕的邪门 现在他披着天图参战 才能破开对方的天神光辉 不然的话 进攻都难以奏效 所谓天神附体 也不过如此 楚风眼神冰冷 不断挥拳 向前轰去 打得罗毅身体横飞 口中咳血 几乎要震散体外的天神光 我天神族法门无敌 杀 到了这一刻 罗毅壮若疯狂 还是不肯相信自己抵不住楚风 在那里拼命 楚风冷漠 供阵术配合拳印 向前轰去 打破那金色护体天神光 洞穿他的胸膛 让那里血淋淋 搜的一声 楚风跟进 再次挥拳 砰的一声 激向他的眉心 罗毅慌芒以双臂交叉 阻挡在前 砰的一声 力量太大了 楚风打得他双臂军裂 鲜血长流 甚至有一条手臂骨折 而他整个人更是横飞出去 天神族的传人 就这么一点道横吗 事实上 楚风的消耗也极大 因为在动用自身的画卷 包裹躯体 呼吸粗重 我不干 罗毅怒吼 天神呼吸法越发的恐怖 如同雷鸣 他胸膛起伏 全身毛孔舒张 喷薄金光 能量气息浓郁的吓人 哄 他冲向楚风 再次与之交手 结果 楚风一拳砸来 轰进他的腹部中 险些将他击断为两截 让他哀嚎 整个人如同弯钩虾米般 滚落出去 砰 楚风追击 一脚踢出 将他踹得飞起 撞在五里地之外一座大山上 当场撞断山峰 烟沉滔天 轰隆一声 楚风降临 一脚向下跺去 将罗毅踩在脚下 将整座的断山都轰然下沉 而后炸开 啊 罗毅劈头散发 极尽所能 都从楚风脚下挣脱 冲出崩塌的山峰 长嚎着 他感觉屈辱 无比的愤懑 事实上 域外早已寂静 许多人比他还心绪难平 被震撼住 杀 楚风横渡虚空 如同一道闪电飞起 全硬如红 砸向天神族少神 碰 这一次 罗毅再次格挡时 哪怕有天神灸 及呼吸法都不管用了 被楚风的倒影 呼吸法加天图 合在一起破开 身上的金光 险些直接熄灭 瞬间暗淡 扑的一声 罗毅半边身子染血 右臂炸开了 他用这条手臂对抗 结果被楚风打爆 天神族 就是这样强势无敌吗 楚风冷声道 轰的一声 再次轰杀向前 扑 罗毅的另一条手臂也炸开了 身上全是血 金色长发都湿漉漉 已经染红 砰的一声 他再次横飞出去 遭受重创 此时双臂都并没有了 还如何挥拳 杀 楚风在半空中追上 他在罗毅的身上 震得他身体全是裂痕 险些炸开 他被楚风踏着 从半空中坠落在地上 砸出一个人形大坑 耻辱 狱外 天神族的那名圣人 低声自语 他亲眼目睹这一幕 难以接受 天神族的传人 怎么能被这片没落之地的土著 踏在脚下 第0561章 圣人下场 狱外 不同的星系中 也不知道有多少进化者 在观看这一战 事实上 就连前十大都被惊动 天神族 道族 亚仙族 佛族 年轻一代的精英 得到消息后 都已经在关注这一战 此时 一战接近落幕 哪怕是自古横定的前十大 也有很多人动容 天神族少神竟被压着打 最终大败 前十大尚且如此 遑论其他各族 一些前辈民宿都被惊动 了解这一战局后 观看被录制下的交手经过 混员工 天妖府 圣人书堂 一些最负盛名的宇宙级学府 那些顶级天才 也都出关 被惊动了 观看这一战 此刻 就是宇宙中排位前十的年轻高手 以及星空下的十大利人 也有半数人都在面对光老 盯着屏幕 一些人目光闪动 光芒绽放 凝视没落之地的那道身影 此际 域外像是十万火山同时复苏 被核弹引燃 轰的一声 岩浆滔天 一下子镇挡出漫天的赤圣火光 焚烧天雨 星空中彻底沸腾 天神族 号称不败 无敌强族 今天却遭遇这种大败 那可是他们精心培养出来的嫡系后代 一位少神 被人踩在脚底下 恐怕天神族有些接受不了 这是当年 他们发动血腥战争 号令各族一起灭掉的古地 现在他们的传人 败给这片没落之地残存的后裔 这不是闹心吗 就是该族的老辈圣人 都颜面无光 但凡星空下 都在热议 全都在谈论这件事 影响实在太大了 各族年轻精英 老辈民宿 都能清晰地 看到那清晰的画面 楚风 踏在罗伊的身上 将他镇压在脚下 那是天神族 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举世瞩目 整片星空下 无数人都在观战 地球 昆仑 兄弟 硬是要得 东北虎咆哮 激动地画出本体 拍打自己的胸膛 楚风连心空中的天神族 传人都给击败了 让他们跟着激动 心血沸腾 跟着高兴 欧阳风斜着眼睛看世界 在那里狂喷口水 骂罗伊无用 他还想上场呢 啊啊啊 天神族不过如此 老驴也在嘚瑟 支棱着大耳朵 滋着大板牙 在那里乐滋滋 各地都无法安静 嘈杂声震耳 然而 真正的战场中 却没有结束 不算彻底宁静 楚风敏锐觉查到了什么 俯视脚下的人 而后猛力跺了一脚 哄 山石崩开 地面沉陷 黑色的大裂缝 蔓延出去十几里地 这是毁灭性的一脚 别说重伤的罗伊 就是全胜七十 真要挨上这一脚 也得化成肉酱 然而 在楚风的脚下 传出惊悚人的波动 气息恐怖 赤光一闪而没 注入罗伊的体内 护住他的躯体 结果 罗伊身体发光 后背刺目之极 他居然硬生生承受住这一脚 自身没有被踩成一滩血泥 而且 他身上的血气在激增 在暴涨 整具躯体都在发光 猛然一声咆哮 震裂大地 方圆一里地内 岩石炸开 矮山暴碎 山地沉陷 宛若末日来临 物矮浓重 淹没此地 就是楚风都被先飞 脱离那里 主要是 楚风感觉不对劲 主动腾空 罗伊像是换了一个人 莫名地波动散发 充斥在每一寸空间中 像是一头魔神 从地狱杀出来了 带着凛然的气息 来到人世间 眼眸冰冷 俯瞰红尘万物 哄 方圆一里地内 再一次大爆炸 相邻的矮山全被毁掉 有些甚至被冲击地断裂半截 先飞起来 在半空中轰然炸开 出乎意料 竟然还有意外 还有惊变 我们错过开局 正好可以看到最后的生死战 星空中 许多人惊诧后 无比期待 大黑牛 或者扔掉嘴里的雪茄 道 糟糕 我怎么感觉这罗伊不对头 气息恐怖了一截 比刚才更加强大 方圆一里地内全部炸开 这景象太可怕 地面崩开后 形成一个巨大的深坑 宛若欲外允星杂落所致 那里雾矮弥漫 浓郁的能量激增 你是谁 楚风站在远处 冷冷地盯着那里 他感觉这个人不是罗伊 换了一个生灵 自然是我 罗伊 这时 砰的一声 金芒冲销 撕裂雾矮 风暴席卷开来 所有的雾气 烟尘 乱石 断山等都被刮走 方圆一里地的大坑中 罗伊的身形再现出来 最后的一抹红光 消失在他体内 除却楚风外 其他人都没有捕捉到 啊 罗伊低吼 他的一双断臂 血肉如洞 骨骼劈啪作响 在刺眼的黄金光中 肢体再生 星空下 就是一些民宿都在心惊 怎么可能 罗伊强到这一步了吗 天神族的呼吸法 的确逆天 可是 不是说超越观想后 此呼吸法 才能让断肢迅速再生吗 他还没有到那个层次 该族历史中的一些绝世天才 可以提前做到 难道罗伊临阵觉醒 刹那无道 天神呼吸法 被他练到更高层次了 很多人都在吃惊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域外 一片漆黑的星空 天神族的圣人盘坐 金发披散 脸上出现一抹潮红 而后猛然吞吐宇宙中游离的能量 因为 他刚才付出代价了 他在出手干预地面上的战斗 强行投下血精 帮罗伊身体复苏 肢体再生 这种干预 让他被地球上的场域 凌空斩了一刀 一口血液差点喷出去 但被他压制住了 除此之外 他还降下一缕意志 相对他来说很弱 但是在观想层次却足够强了 这是他能做到的极限 想要亲自入场 去杀楚风 因为 天神族不能败 举世瞩目 宇宙中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着 如果罗伊败给没落之地的土著 会让其他族怎么想 也许有些人会怀疑 天神族走向下坡路 不负当年盛况 被他们不再那么敬畏 尤其是 楚风的身份太敏感 这是天神族 曾经征伐于毁灭的星球上的后世族裔 他这样崛起 踩在天神族少神的身上 那会让该族更加的被动 彰显他们的衰弱 暗淡无能 所以 天神族的这位圣人 他不顾身份的干预 甚至不惜亲自下场 要去动手杀了楚风 不过 由于地球场域的限制 他无法投下去更强的能量 只能以一些血精治疗好罗伊 并注入一缕微弱的意志 楚风神觉很敏锐 他虽然不知道 圣人不要面皮 心狠手辣 亲自下场 但是却觉得 这时的罗伊不对 很危险 所以 他在戒备 在远处盯着 罗伊一步 就从大坑深处迈出 来到树里地之外 跟楚风对峙 此时他身上的战衣早已破碎 满身血迹斑斑 连黄金长发 都在滴落血珠 但是 他现在却是平和的 从容的 甚至带着微笑 白皙而英俊的面旁略显灿 隐约间可看到 他嘴角露出一缕野鱼之色 因为 他现在是罗洪 而不再是罗伊 天神族的圣人这般下场 亲自参与 他哪怕 不能带来真正的能量 但是这一缕战斗意识 还是让他很从容 很自信 他举止优雅 带着淡淡的笑容 道 嗯 战斗刚开始 刚才不过是热身 你还不错 逼我终于下定决心 解除束缚 动用真正的手段 嗯 我最近效仿先祖 以能量禁锢己身 压制自我 故此刚才不能体现 我真正的实力 真能算热身 身为天神族的圣人 能够这么行黑 暗中下场 堂而皇之的莱莎楚风 也算是非常不要脸了 他是圣人 却假借罗毅之名出手 要斩掉楚风 让外人看到 天神族的后代依旧无匹 最终战胜并斩杀楚风 无论如何 他都要让这一战璀璨 让天神族在这一意中 极尽耀眼 强势杀敌 你不是罗毅 到底是谁 楚风瞳孔深邃 盯着前方的天神族少神 他能感觉到 应该换了一个生灵 域外 很多人都心惊 俺不是罗毅 此时的少神 应该称之为 圣人罗洪 他举止从容 带着笑意 也遇到 嗯 你怕了吗 我展现真正手段的时候到了 该不会是为自己找借口 心中切战吧 他接着补充 沉稳而镇定 道 我理解 你已经是强弩之末 怎么会是 我的对手 凭你这土著 给我天神族 提携都不配 他的语气平和而自然 并不激烈 但是言辞实在过分 藐视与折辱 让人接收不了 碰 楚风的双目 喷出两团火光 而后金芒击射 绚烂到让太阳都湿色 他动用火眼金睛 凝视罗翼的本体 然后 他察觉到了 在罗翼的脑部那里 有一团特殊的精神能量 比之罗翼自身的还要强一些 色彩斑斓 很好区别 我拥有火眼金睛 看得分明 你体内分明有另外的神魂意志 还想抵赖 楚风开口 揭露真相 诱导 我知道了 能这样神不知诡诀的降临 你该不会是天神族的大能吧 亲自下场 真是够不要脸 星空中许多人都露出金融 这是真的吗 圣人罗红 自然一口否决 他做出姿态 面色沉下 道 输不起吗 你马上就要死了 所以 想像我天神族身上泼脏水 你觉得有用吗 我族自古不败 对付你这样没落之地的土著 还要需要大能 真是可笑 我罗翼足以杀你 圣人罗红 心肠很黑 他现在是罗翼的容貌 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 凛然正气波发 不过 他也知道 楚风拥有火眼金睛 确实知道他不是罗翼 所以 他暗中就不加掩饰了 只针对楚风传音 带着笑意 还有冷酷 送出精神波动 你猜对了 我不是罗翼 的确是天神族的大能 可这又能如何 我现在就是要亲自下场杀你 而别人却不知道 你能怎样 挣扎吧 不愤吧 都无用 你只能慢慢品味苦涩 这种话语 哪怕楚风心智坚毅 也动了怒气 天神族的这位大能 真是不要脸到极致 该杀 他深吸一口气 哦 我看得真切 你体内有斑驳采光 那是一位大能的 少许精神抑制 很好 那应该是一道神魂种子 为了杀我 你也付出不小啊 想来这神魂种子 不容有失吧 今天我必杀镇压你 用玄磁矛盯住你的 这道神魂种子 挑起来 面对星空 给所有人看 揭露你是谁 到时候举世皆知 你无所遁形 被钉在耻辱的柱子上 楚风还不知道 他所要钉穿的 是一位圣人的神魂种子 这种事情 真要被他暴露出来 会引发山崩海啸般的轰动 天神族注定要颜面无光 这是一件耻辱的事 圣人罗宏面色阴沉 到了他这个层次 想要再进一步 每一颗神魂种子都很重要 的确不能轻易丢掉 而一旦被人钉穿 必然要泄露真身 他不允许那种情况发生 他暗中冷笑道 圣人之下接楼椅 你以为自己是谁 想镇压我 自身注定死无葬身之地 楚风平静下来 很冷淡 道 这么说来 你是圣人 真是不要脸到一定境界了 为了你天神族后人当众取胜 连这种事情都能做出来 不过 这也很好 抓到你这样的大鱼 天神族将蒙修很长时间 必然会焦头烂额 名誉扫地 说到后来 他的双目渐渐焕发惊人的光彩 这要是真个当众抓住 将圣人的神魂种子定在那里 吊起来打 绝对会让天神族脸都要绿掉 平民 圣人罗宏的精神波动 有些起伏不定了 略带怒意 他的眸子冷迹而冰寒 你所降下的 不过是观想层次的精神种子而已 终究是不能逆天 本体作为圣人 你现在也得给我老老实实地趴着 今天 我定要情杀你 楚风意志坚定 眼神越发地璀璨 他要做一件大事 压制圣人 你可以去死了 圣人罗宏 冷漠开口 圣人 滚过来 受死吧 楚风喝道 内心有一团烈火在跳动 那时怒气还有战意 圣人又如何 敢亲自下场 却只是观想层次的力量降临 那么楚风无惧 一定要震杀他 哄 两人冲向一起 直接交手 全都动用了最可怖的手段 都想一击就拿下对方 第零五六二章 活着圣人 楚风 深具倒影呼吸法 此时吞吐能量 从肉身到精神都在呼吸 身体弥漫出白雾 宛若先体出世 而另一边 圣人罗宏运转天神呼吸法 从毛孔中进出精芒 跟虚空中的能量交换 让肉身与精神宛若不朽 化作神奇 由肉身到精神都惊慌耀眼 异常炫目 哄 这种碰撞 如同天塌地线般 在昆仑外的灵地中爆发后 土石翻滚 像是海啸 将地面摧毁 大浪翼重接着一众 卷上九百米高的空中 至于古树等连根拔起 混着土石在空中解体 而远处 一些山体都裂开了 黑色缝隙恐怖 最后崩塌 它们第一击而已 就造成可怕的景象 昆仑山外的灵地毁掉了 土石浪涛比海洋起伏还剧烈 拍击下去时 远处的山林成片的崩开 消散 这是究极呼吸法的碰撞 将它们都加持到了最强盛的状态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初次争锋 景象如同末日 在此过程中 楚风的画卷浮现 笼罩几身那里 而罗宏的后方 也有残破宇宙 以及百兵浮现 所有兵器都插在残破的星球上 杀法器滔天 不得不说 圣人的血精太厉害 不仅滋补罗伊的肉身 让他断肢再生 还让他被撕裂的天图再现 这也是两人的巅峰对决 权硬都毫无保留 权力以赴 一个恨不得立刻诛杀对方 一个想要生情 哗啦 两人的画卷展开 两者对峙 绝世天图 以血气为纸张 以精神为颜料 圣人罗宏降落下血精与抑制 正好帮罗伊补全 使之残烈的画卷愈合 好 在罗宏第二次挥拳时 他的拳印前方 直接出现一头 凶煞气息滔天的凶兽 滔天 凝聚出真形 张开嘴时 獠牙如阔刀 发出森冷的寒光 他要吞噬天地 滔天拳 在罗宏手中施展 跟在罗伊手中时 威力有了大幅提升 他对滔天拳谱的参悟 与理解远超罗伊 这片虚空轰鸣 仿佛要崩塌了 被那拳印前闪烁金属光泽 凌甲森森的巨大饕铁所压制 仅向吓人 这是神兽武学 罪是凡傲 一般的人根本无法修行 需要极高的天资 不过 这的确是绝世妙述 是天神族搜刮到的古代真本 轰隆 楚风那里紫气弥漫 如同人仙出世 浩荡出去数十里 他用地球上古时期的拳法 紫气东来拳迎战 并伴着供阵术 砰砰砰 罗宏的神兽武学 饕铁拳 与楚风的拳印交集 迸发出千百道光芒 因为瞬息的接触 两人都在不断出拳 最后 他们大口喘息 手掌间的虎口都崩裂了 在躺金银的血迹 伤口也在溢出浓郁的能量光 罗亦 你真是被族人宠坏 不观想我族的无上天神体 竟学了这么多神兽武学 连观想之物都如此 罗宏以精神波动交流 显然 他依旧自负 现在还很沉着 有时间跟少神罗亦对话 在那躯体中 罗亦心情复杂 今天该族的圣人从狱外降临 亲自入场 来帮他斩杀敌手 这让他很不自在 同时 他非常羞愧 尤其是看到楚风的眼睛时 他越发地懊恼 竟需要这样战斗 真是人生之耻 哄 下一刻 罗宏动用观想层次的手段 一头昆鹏浮现 由昆而鹏 逾越而起 化作金色大鹏鸟 羽毛发光 黄金神侠照耀虚空 要撕裂天羽般 有一股无与伦比的灵力气息 昆鹏跟罗宏融合 让他背负双翼 即将化成绝世神情 而下一刻 一头饕贴又出现 也跟他融合 怪物 后方 周全等人惊呼 星空中 人们凛然 这是天神族的手段 观想神兽锐情 跟自身融合 实力可以暴涨 不过 历代天神族嫡系 半数以上的人 都会观想天神体 现在 罗宏的掌控的这具躯体 变得有些可怕 身体暴涨 如同一座巍峨的大山 现在 他有部分掏剔之躯 张开大嘴 像是可以吞噬万物 同时 他有昆蓬羽翼 雪亮金黄 简直要倾覆苍天 此外还有金色的昆蓬利爪 能轻易抓碎山峰 还不错 可以一战 罗宏评价 依旧是精神波动 却也没有瞒着楚风 因为他非常自信 楚风面对那庞大的生物 瞳孔略微收缩 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因为他还没有确定 自身要观想什么 此时 罗伊大受触动 他曾观想饕铁 也想观想昆蓬 该族有这两族的真行图 当年以血腥手段夺来 故此可以很好地入门 但是 他并未能融合皈依 现在这个怪物 完全是圣人罗宏的手段 让他心惊 嗯 你不会才如此境 都没有观想物吧 罗宏俯视楚风 而后轰的一声便出手 他才不管楚风怎样 昆蓬大爪子拍落下来 黄金光芒爆发 同时饕铁嘴张开 要吞掉天地板 这地方浓郁能量沸腾 灵地完全被淹没了 成为恐怖绝地 我观想什么 时间仿佛静止 楚风的心中 浮现各种画面 光阴像是定格在这里 他在这种奇妙的状态下 有体悟 观红尘万象 大时代更迭 沧海横流 霸主崛起 映照诛天 观时光荏苒 岁月变迁 桑海桑田 时间永恒 观宇宙缩婆 兴衰交替 万物长计 最终 楚风轻叹 一切都是在观摩 画天地万物为己用 容于己身 他觉得 没有必要 非得观想固定的人与物 哄 楚风冲起 像是撕裂了光阴 从某种定格的状态冲出 跟现实世界对接 瞬息间 他的眼眸灿烂 盯着那头庞然大雾 他运转倒影呼吸法 观摩对方 一刹那 在他身后浮现一头怪物 昆蓬与饕餘结合 轰隆一声 气息越发恐怖 而后去迎战敌手 当然 他还动用了自身的无敌画卷 因为 他才观想而已 不成熟 真要全凭观想物决战会吃亏 罗红眼睛发直 就这么片刻间 对方居然就观想他现在的形体 进行模仿 还真是胆大包天 哄 两者碰撞时 剧烈的能量大爆炸 这片地带 山林炸开 山头都被掀翻很多座 光芒刺目之极 刷 下一刻 楚风进前 流光一彩 观想之物再变 这一次 直接是几株扎根在混沌泉池中的清廉 摇曳生辉 若隐若现 慢大道气息 哄 他以此物 跟那怪物碰撞 倒影呼吸法 随意盗取天机 罗红震惊 终于知道 楚风掌握什么 地球昔日的传承 落入这个年轻的土著手中 不过 还是不行 你观想太随意 时间这么短 怎能与我争锋 罗红冷漠无比 撞开弥漫雾矮的清廉 扑杀楚风 他眼中杀鸡毕露 因为 他预感到 如果放任这个年轻人成长下去 多半会很可怕 也许能抵戒当年的妖妖公主 星空下第一 他绝不能容忍 罗红扑杀 气息恐怖 除却观想出来的怪物外 还有绝世天图 那残破的宇宙浮现 每一颗星球上 都插着一件兵器 此时发光 跟着他一起震杀向楚风 翁龙 到了这一刻 楚风怎么可能会掩藏 自己的画卷完整的展现 顿时惊呆罗红 因为 这太意外与惊人了 百强星体浮现 对应映照诸天的 那批最强生灵等 哄 这一次 楚风罗红间大爆炸 激烈交锋 与此关头 罗红清晰地感应到 对方的画卷不可摧毁 在碾压他观想之躯 更是要撕裂他的画卷 可惜了 你依旧要死 或许 你的肉身可以留下 他心中自语 这些话不可能让楚风听到 他在跟罗翼交流 让罗翼掌控肉身 而他自己 在跟楚风全印交集时 砰地攥住楚风的一条手臂 而后光芒一闪 他的神魂意志 闯进楚风体内 要夺其肉身 灭其心神 滚出去 楚风心头一沉 他要面对外面的罗翼的进攻 还要应对体内 突然闯进来的 圣人神魂种子 哼 真是不错 这句肉身值得收藏 我笑纳了 罗红冷笑 他为圣人 且等于再跟罗翼 联手进攻楚风 他自然无惧 占据上风 嗯 其实你不能久战 体内的倒机有裂痕 罗红发现问题 露出一色 哼 而后 他的精神能量 蔓延向楚风身体各处 想要彻底争夺主导权 然而 楚风嘴角突然露出一缕冷笑 猛然催动体内一物 轰隆一声 在他的身体中 如同天翻地覆般 黑白光芒闪烁 恐怖绝伦 啊 罗红惨叫 哪怕身为圣人的精神种子 现在也承受不住那种碾压之力 一个黑白小磨盘浮现 带着雾矮 强行拘进他过去 在那里碾压 要将他瓦解 怎么可能 这是极少数圣人 才能传承下去的东西 必须亲自赐予才行 你 没落之地 怎么会拥有 罗红恐惧 震惊 他实在承受不住这种碾压 黑白小磨盘 在楚风体内 绝对算是主宰 对他压制 这是我自己助就的 楚风冷漠回应 以精神俯视他 砰 到头来 罗红很果断 斩断部分精神体 险些将自己撕裂 冲出楚风的身体 逃进罗伊的躯体中 他吃了大亏 而这个时候 罗伊失去他相助 不是楚风的对手 碰 楚风的画卷展开 抖动起来时 将对面那残破的宇宙 还有各种兵器 都震得崩开 再次毁击画卷 同时 那个怪物 像是饕餐 又像是昆蓬 也被打得流光激荡 而后显出原形 天神族少神亮枪后退 大口咳血 嗖嗖嗖 就这么一瞬间 楚风祭出各种悬瓷器物 镇压此地 扑的一声 一杆黑色的雌晶长矛 是凝聚部分神能 轻易洞穿罗伊 将他挑起 因为这个时候的罗伊 画卷被毁 观想物被击散 遭受重创 根本无力抗衡 而罗红也是凄惨 精神种子为敏 难以一战 可以说 夺射是罗红最大的底牌 正常情况下来说 他与罗伊同时进攻 借机夺取楚风肉身控制权 肯定能拿下楚风 所有他那么的自信与笃定 可是 怎能料到 他闯进楚风体内后 犹如进了龙坛虎穴 差点被黑白小墨碾碾死 此时 楚风感觉神清气爽 黑白小墨盘 连精神体都能瓦解 碾碎与进化后的 纯粹精神能量 补充进他的身体 让他精神力增长 像是吃了大补物 天神族的圣人 今天 将你丁玄辞长矛上 展示给所有人看 原形毕露 我看天神族 还有什么脸面可言 楚风冷漠地说道